中国中亚峰会召开之际 中亚国家主流媒体持续聚焦这次峰会 多家媒体报道 峰会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 在各领域的合作 开辟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新天长 哈萨克斯坦阿斯坦那电视台 连日来报道了中国中亚峰会即将开幕 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访华的消息 哈萨克斯坦阿塔美肯电视台 近日持续聚焦中国中亚峰会 报道了峰会将开幕的消息 并介绍了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现状 当地时间17号 阿塔美肯电视台还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合作推出思路之上与中国要闻两档新闻栏目 聚焦峰会前瞻 各界期待 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等新闻 此外 吉尔吉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阿拉套24频道日前也推出了题为 吉尔吉斯坦与中国合作新篇章的报道 关注中国中亚峰会 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 报道称 吉尔吉斯坦与中国正在人文教育 经济发展等多领域进行深入合作 中级乌铁路建成后 将大幅激发中亚国家的运输潜力 促进互联互通 对吉尔吉斯坦具有重大意义 吉尔吉斯坦国家通讯社卡巴尔通讯社 报道了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 中国中亚峰会前瞻圆桌会 报道称 中国中亚峰会的举办将使中国与中亚国家 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上升到新的高度 乌兹别克斯坦报纸网则介绍了峰会的举办地点和时间 以及中亚各国领导人的访华时间和行程安排 报道还称 这次峰会的举办对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塔吉克斯坦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发表评论文章称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中国中亚峰会的举办以及拉赫蒙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门户网 报道了中国中亚峰会的会谈主题 文章主要聚焦了中国与土库曼斯坦间的天然气合作 包括天然气供应和建设新天然气管道等领域的合作